这里是陕西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的乔尔沟 今天咱们参观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称鲁毅 它是1938年创办的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 这里是免费参观的 但是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进了大门 正前方这排窑洞是一号窑洞 曾经是鲁毅的部分校舍 一号窑洞的旁边是二号窑洞 曾经是鲁毅校部的办公场所 现在是鲁毅历史陈列馆 呈现了鲁毅的发展历程 那么鲁毅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贫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 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文艺工作者 冲破艰难险祖、奔赴延安 投身革命的熔炉、接受革命的洗礼 延安成了无数爱国青年志士向往的圣地 为了培养抗战文艺人才 1938年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 刚开始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 1940年左右增设了文学系 名字就改成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鲁毅刚开始的校址是在延安的北门外 他是1939年8月份迁到了这里 刚开始六个月就毕业了 后来为了加强庄业化学习 学制延长到了三年 这是鲁毅的师生们组织开荒种地 生产自救的老照片 副院长沙克夫在开荒 1939年春天 音乐系主任险星海在开荒 鲁毅托儿所的小朋友们 笑得很灿烂 在二号窑洞的旁边是一座天主教堂 据说是由西班牙的传教士修建的 始建于1930年 三四年竣工 高度是25米 宽16米 是一座典型的歌特式建筑 这种建筑风格起源于公元11世纪的法国 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高耸薛寿 蓬勃向上 这是礼堂的内部 1939年到45年期间是鲁毅的礼堂 师生们在这上课 排练 演出 举办晚会 周末舞会等等 大型歌剧白毛女就曾多次在这排练 并且演出 在礼堂和二号窑洞之间有条小路 沿着这条小路往里走 左手边是鲁毅的操场 木制的篮球框 木制的双杠 可能是最近添置的吧 墙壁上八个鲜红大字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它是1940年6月份 毛主席为鲁毅提写的八字孝训 操场的前边是三号宿舍 曾经是音乐系 戏剧系的学员宿舍 也是上课的地方 延安宋 南尼湾 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 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下边咱们重温一下经典 黄河大合唱 显星海作曲 光未然作词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谁愿向朱扬一番任人宰割 我们报定必死的决心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无法卫全中国 公民族的联系 从三号窑洞出来 前面是四号窑洞 院子里有两块菜地 据说当年鲁翼的食生们 在这儿种过菜 鲁翼在1943年并入了延安大学 改名为鲁迅文艺学院 1945年11月迁往东北 从1938年到1945年 鲁翼在延安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培养学生六百多人 创作了一大批振奋人心 鼓舞士气的优秀作品 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穿过四号窑洞 就到了学院的尽头 前面有总务处 造房和险星海旧居 1940年 险星海赴莫斯科工作 妻子和女儿在这里居住 一直到1945年离开